請你給我這樣過清潔大會考 家電清潔你做對了嗎 什麼家電清潔啊 對啊 家電有需要清潔嗎 有啊 你看 冰箱微波爐對不對 那是這樣的家電 不會藏屋納購嗎 從來都沒有清過嗎 不是 以前我們曾經想說 家電大概就是什麼冷氣機的濾網 電風扇的風扇這個是OK的 但是如果把家電走進到廚房裡面 這些東西能碰水嗎 可是你平常如果經常給它擦一擦的話 就不用整個下去用水洗啦 就會乾淨啦 你家水槽跟游泳池一樣大是吧 有辦法這樣洗啊 那不然怎樣用水洗咧 你洗過嗎 家電 我都是用擦的 用擦的 老公出洗了 用嘴巴洗就對了 對 好啦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在廚房裡的家電呢 要清潔的話 到底有沒有一些正確的認知跟步驟 今天來賓有美麗跟厚 曾欣梅 韓系美女SERA 可愛媽咪 雅雅媽 一起來分享 平時如何清洗家電的問題 另外還邀請到化學教授吳嘉誠 家事達人崇智如 有其美人想學問 告訴你該如何輕鬆有效的清洗家電 冰箱散熱板換成明清 竟然卡住冒煙啦 冰箱跟牆壁還有兩邊都要有距離 至少有10公分以上 所以很多人如果根本插不到 插不到就第一個 放就已經錯了 我們要化學空間 對 我甚至有學生發生很恐怖的事 就是他的冰箱從下面冒煙 然後他以為是要炸掉了 後來就請人家給他來看 結果他說 因為你灰塵卡太多 熱氣冷不出來 對 他們是下面有一條一條 像那種散熱板 對… 而且要拆開 然後又吸成溫溪 然後從來沒吸過 然後就一直悶在裡面 天啊 那麼說到我們清潔廚房的家電呢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三位美女們 是 你們平常廚房裡的家電會清潔嗎 當然會啊 會 會 我們三個人就是很鹹熟的感覺嗎 有嗎 有啊 我是感覺到出來 你們三位是很會唱歌 但是不曉得有沒有這麼鹹熟 鹹熟是一定要的啊 會唱歌還要鹹熟 偶爾嗎 有啊 會 還是要查一下哪個 韓國也會是不是 韓國很重視清潔 會 是… 那你們這個電冰箱 微波爐這些東西 你們都會定期的檢查還是 定期好像還沒有 多久會清潔一次啊 當了就 他可能就是不小心噴出來的時候 會去擦一下這樣 OK… 這大概跟我們家的家規也差不多啦 哈哈… 好 但是呢 我們既然講到這裡了 我們就從電冰箱先來了好不好 要來大掃廚一番 看怎麼掃 沒錯 那清潔大會考呢 我們今天三位就一人一道題目 來輪流接受挑戰 好 來欣美姐妳先來啦 我先來 妳先來啦 當然沒問題 我們馬上先針對冰箱來考考妳 來請出列 冰箱 來欣美姐 是 我們現場就給妳一個小冰箱 好啊… 直接來操作了 妳可以自由選擇道具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一些菜瓜布啦 抹布啦 洗碗筋啦 醋啦等等的 妳平常會怎麼清冰箱 我應該就是拿布吧 然後用清水耶 我不會用洗潔精 用清水 我才會用 聽起來滿有概念的喔 一定要的啊 開什麼玩笑 妳是因為吳教授在現場 故意這樣講對不對 報告教授 我真的家裡用的洗碗筋跟洗衣粉 都真的是有機的 天啊 我只是因為 因為我沒有拿去檢驗這樣 妳官司常常沒檢驗啊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機 我本來還想說 我教授一天馬上加分耶 妳後面吐這一句 他果然很鹹熟啦 很鹹熟喔 對 因為業者都說它是有機的 對 所以我就會去使用它 那原則上我會把它沾濕 然後我的第一個動作 冰箱這麼大 妳會哪幾個重點 三個好不好 三個重點 三個 我第一個一定是會先清 比如說像這個有水字啊 我可能就擦一擦 擦完之後呢 冷凍庫 冷凍 冷凍庫 我跟你講 有時候去年的端午節的粽子 一直冰冰冰到今年 還沒有拿去丟掉有沒有 真的嗎 就會很髒 今年中秋都過了耶 對 沒有錯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會清冷凍庫 然後第三個 不是 妳的冷凍庫 是把多的東西 過去的一些丟掉而已嗎 沒有啊 丟完之後 丟完之後還是要擦 因為它有一些湯汁留在裡面 然後第三個重點 等一下 這個冰箱裡面 冰塊跟霜很多 妳會處理嗎 會啊 然後它就拿那個什麼 刀啊 就菜刀 菜刀 就用 不能用敲的 冰箱會壞 妳知道這台冰箱很貴 所以呢 很貴 高科技 很慘的感覺 很慘的 對 所以冷凍庫會這樣處理對不對 冷凍庫是的重點 然後第三個重點 我一定會開始啊 就是 就是看那個 勾勾啊 有沒有 邊邊的勾勾有沒有 架子的這個勾勾 卡縫 對 卡丁 卡丁 對 就要擦一擦 就這樣 三個重點 對 我還是喜歡清水這件事 針對剛剛三個重點呢 陳老師 幫我們來做一個解答 其實欣梅說有三個重點 那我們聽起來她只講到其中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而已 哈哈哈哈 講半天才講到其中而已 她講中的是哪一個 她講的就是我們整個外觀 跟內部的差勢 差勢而已啊 對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些 像下面 就是我們跟她 那她剛剛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什麼臭冰塊啦 什麼都是做白宮就對了 對啊 像我們其實很明顯 這裡有沒有看到很黑 哪裡 那個下面 像這個嗎 這個冰箱蜜盒 這邊 蛤 對耶 所以還有上面這裡嗎對不對 我的天哪 冰箱蜜盒處的膠條 等一下 老師 我們家沒有那麼髒 真的 我們家的真的沒有那麼髒 但是妳也沒說要擦 是妳沒看到還是真的沒那麼髒 它是真的還滿低的 應該是沒有那麼髒 我記得上面沒有那麼髒 上面真的沒有 所以它是重點 它是重點 然後還有我們這後面都很會有灰塵 然後還有這下面都會有灰塵 等一下 報告老師 後面我要怎麼擦啊 其實我們冰箱啊跟牆壁還有兩邊 都要有距離 至少要十公分以上 所以很多人說我根本擦不到 擦不到就是妳第一個 放就已經錯了 妳要保持空間 對 才不要能散熱喔 中間是讓它散熱好 然後我們清潔上也比較方便 我甚至有學生發生很恐怖的事 就是它的冰箱從下面冒煙 然後它以為是要炸掉了 後來就請人家趕快來看 結果它說是因為妳灰塵卡太多 熱氣感不出來 哇 對 它們是下面有那種一條一條 像那種散熱板的設計 而且要拆開然後用吸塵器吸 它從來沒吸過 然後就一直悶在裡面 天啊 然後就冒煙了 不是 現在的冰箱喔 已經跟傳統的不一樣 傳統的後面 後面是有那個叫散熱的那個 那現在大概沒有這一種的 現在都是左右兩側或是底部 對 但是它整個其實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灰塵都還是會一直在堆積 對 那其實散熱的效果也會影響 那嚴重一點就像我學生一樣 就開始冒煙 那只用清水洗有辦法嗎 但是妳說底下不是 這怎麼弄呢 對 我不懂 其實我們現在 最簡單的是吸塵器 它有些現在可以到39元店 買那種很窄的管子 可能是套在原來吸塵器的吸頭 可以進得去 或者沒有的話 我們就把衣架稍微拉開 讓它有點像一個菱形 把衣架拉開以後 外面套一個絲襪 對 那直接又寬又輕 還好方法 下去清 對對對 所以這一台冰箱 是沒有那個勾是不是 對 但我們一般的冰箱 有些會有散熱 就算沒有的話 它下面還是 還是有點灰塵 很髒 其實不是一點 就已經是那種 如果你一吸就是一堆出來 我有一個問題 請問 為什麼我們家的冰箱 就是用了一段時間 一直在 一直在 從這個地方流水下來 可是那邊根本沒有水管 我不懂 還有一個可能 我有時候覺得冰箱開始 就是它的膠條 已經密合度變差了 所以就會它 新的冰箱 是不是 你們家的冰箱 溫度已經壞了 所以已經 是這樣嗎 冰塊都溶掉了 還是什麼 膠條也會老化 不過剛剛講的 可能是膠條 對 老化 其實比較容易側的方法 你那個關起來以後 你可以拿一張那種 寶的名片 我們常常收到的名片 如果很容易就插得進去 那它的密合度 其實就不是那麼理想 那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比如說你旁邊膠條 這麼髒 怎麼清嗎 是用什麼樣的工具咧 工具很簡單啊 我們 一般的蘑菇 簡單的話 就是你可以拿牙刷 直接這樣刷 那需要沾牙膏嗎 沾一點洗碗巾 哦 洗碗巾 牙膏 牙膏是用來刷牙的 然後你這樣子 等於是先去霧 那如果比較嚴重 怕它會再繼續發霉 可以用一點酒精再擦過 噴過一次 等於是下次就沒有 就會揮發掉 那如果覺得牙刷太麻煩的話 其實剛好這裡都是凹凸的嘛 對 我們就可以利用兒童牙 那個兒童的擦子 對 比較沒有那麼尖 但是直接用還是會把它弄壞 弄壞掉 就是包著它 我們就其實就這樣畫下來 哦 那其實髒汙就會 可以多這樣噴一點點的洗碗巾 這台冰箱到底放多久啦 為什麼要清不掉的感覺 像老師這樣清不掉 就用那個洗碗巾其實就OK 先把它去汙以後 然後再噴上酒精 對 然後再去擦它 對 它就會殺菌 那內部的清潔咧 還有要注意什麼 內部清潔的話 一般我就建議大家其實用擦的就可以 比較怕的是說已經很久了 然後髒汙比較嚴重 湯汁啊什麼流出來 就用一點點的洗碗巾 因為它比較溫和 而且洗碗巾在去的汙垢都是跟食物有關 所以用洗碗巾來對付像冰箱產生的髒汙 馬翻東西 馬上擦乾淨 真的一定要馬上擦 不然會給你擋 對 它就結成一個硬硬的塊 對 沒錯 所以大概多久要大掃除一次 幫冰箱 跟大家講一下 像我如果擦灰塵的話 半年一定基本上要要 八年 心肥在旁邊跟我講說八年啦 太可怕了 我是說半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耳背 不好意思 半年喔 記得半年 所以外表是半年 所以外表是半年 然後這裡其實比較容易沾灰塵 因為更容易卡在下面 所以這個大概是三個月就要洗一次 所以後面就比較還好 然後這個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大概十天一個禮拜 或者就是你看到東西都打翻 或者已經開始有那種髒汙時 就應該要清了 那要掃得蠻頻繁的喔 對 因為畢竟裡面都是吃的東西 對啊 好 所以這叫正確的步驟了對不對 好 謝謝陳老師 謝謝欣美 謝謝 不過冰箱的清潔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啦 因為裡頭是吃的東西嘛 對 藏汙納垢怎麼辦 我們這邊同時也要請教一下吳教授 吳教授 那冰箱呢 這麼重要的東西喔 最容易滋生細菌的部位 大概在哪裡 其實冰箱要清喔 我是勸大家說 你覺得看得到有髒的地方 冰箱開起來有太重的味道 就是你冰箱應該要清的時候 沒有一定的這個時間 通常來講我還會建議就是說 真正你要清的話 大概至少大概每一個月你都要清 這麼平衡啊 因為你不清冰箱問題很大 這包括最近美國都有這種case在裡面 美國最近有人呢 因為吃了這個哈密瓜死掉的 蛤 那哈密瓜死掉 因為哈密瓜裡面 那是故意被下毒的吧 不是不是因為哈密瓜被下毒了 哈密瓜從某些農場出來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一種菌 我們叫里斯特菌 那里斯特這種菌呢 這種菌啊 它是很毒的 你種了之後你會全身發熱 然後肌肉非常痠痛 然後甚至呢 會產生嘔吐腸胃的症狀 那如果孕婦呢 他已經有小孩的話 有這種菌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胎兒啊 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里斯特菌幾乎是一個人畜共通的菌 但是把這個哈密瓜放到冰箱啊 冰的喔 里斯特菌照樣的繁殖 它還是很活躍的 它還是很繁殖 繁殖得很快 所以你吃你照樣要中獎 是不是我們把水果帶回去的時候 其實原則上都要洗一下再放冰箱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水果啊 或者蔬菜一定要洗乾淨 處理完之後再放到冰箱 真的 對 如果沒有的話 你的冰箱可能本身就是一個 病煤的這個傳染的集中地 喔 所以而冰箱的最容易髒的 你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呢 是它的這個邊邊嘛 邊邊 膠條 就是這個膠條 還有拔手的地方 拔手 拔手就是你手要摸的這個地方 拔手又不是在裡面 手要開這冰箱門 要摸的地方 每一天都應該要清 每一天都應該要清 而且有時候我們是拿生石 因為你每天手上沾的菌 都容易沾在那裡 都留在那了 教授 你知道我都怎麼拿嗎 我都是拿生的對不對 然後尾指都不要碰到 就用尾指勾冰箱門 我都這樣耶 昇美姐 不用附和吳教授 沒有大家人像這樣 不然你的小指頭就有這樣就對了 可以阿手吧 真的 你是說真的喔 還有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些邊邊的這些 都會有 那為什麼下面會特別髒呢 下面會特別髒是 有些東西它會往外流 重力的關係它從這邊下來 就卡在那了 對 然後大家在掃地的時候 這些灰塵都比較接近地面 所以你這下面也會特別髒 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任何有髒的 其實你就是應該要清的 馬上清 不是可以報告吳教授 你如果說就算底部特別髒 可是它並沒有在冰箱裡面啊 為什麼會有威脅呢 那當然會有威脅 手摸到了又進去拿些物 你一定以為你看不到這樣 對 這些有沾的地方 可能有 你都有這個機會的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清的時候 你的建議會是用清水擦一擦就好 還是用什麼樣的 這個是 因為冰箱跟飲食有關係 我個人比較反對 大家用所謂市面上買得到的這種清潔劑來弄 非常重要就是說 既然是放飲食的地方 最好用 可以吃的東西 調成清潔劑來做清洗 譬如 當然第一個水是可以喝 可以吃的 另外一個呢 大家可以調比如像是 醋原水 好像那個醋 2分醋 3分鹽 4分的水 調成醋鹽水之後 2 3 4的水 把它裝在瓶子裡面 裝在瓶子裡面 裝在瓶子裡面之後 你要洗的時候呢 那瓶子是可以噴的 你噴上去之後呢 不要馬上去擦 留一點時間 15到20分鐘 讓它充分作用了之後 你才開始擦 哇 醋鹽水 那這樣子你噴完以後 會不會整個冰箱都醋的味道 它會揮花掉 然後還有第二道程序 第二道程序 第二道程序呢 你要配所謂的小蘇打水 小蘇打水 食用級的 對 食用級的小蘇打水 不要工業的 調好了之後 1比1嗎 不必 大概是50克 你可以配到大概是500克 大概1比10 然後呢 你拿那個調好的小蘇打水 然後去做擦拭的動作 第二道 對 這個擦拭的動作就是說 萬一裡面的醋酸還在 醋還在的時候 它確實會把它中和掉 然後呢 小蘇打本身也是可以使用的 沒有問題的 這樣你可以避免 避免用那些不好的那種什麼 合成的清潔劑 去做這冰箱的這個清理 那你在清這些的時候 你這個門都是打開著的嗎 當然打開啊 電源拉掉 拉掉 那裡面東西就先搬出來 當然要搬出來 現在好的冰箱 必須要符合我們CNS 2062的標準 蛤 是什麼 2062的標準 等一下去買買看 說並重 CNS是我們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有規定 冰箱應該符合怎麼樣的規格 如果是冰箱的安全規格 是在CNS 3765 2062 又一個數字囉 我記起來了 我簽兩組 然後呢 中獎率已經大概百分之五十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冰箱 符合這種標準 通常比較不會結霜 現在的霜都不太會結 但是呢 你要清的時候 一定要電源拉掉 拉掉 拉掉了之後呢 然後你才去做清洗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事情 裡面的食物 當然全部要搬開 每一個你能夠清到的地方 最好都能夠清到 冷凍跟冷藏同時清嗎 還是分開 同時都可以清 避免用那個所謂的人工合成的清潔具去清 因為那裡面確實有很多奇怪的化學成分 香老師 你可以再提供更多這個天然的嗎 好 實際上就是也是補充剛剛吳教授說的 我覺得其實在冰箱裡面 我們常忽略掉的一個地方 就是特別要除菌 就是放蛋的地方 喔 對 有道理 你這裡 因為實際上剛剛談到有一個什麼理師特聚 實際上蛋的話我們買回來 很多人都建議說先不要洗 對啊 那因為你洗了以後 先不要洗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它蛋旁邊這個蛋殼上是有蛋孔的 它容易壞掉 細菌放進去 我都先洗耶 對 但是問題是你不洗那個蛋拿回來 有時候上面的 歡迎有機的大便 所以喔 其實最好保存蛋的方式就是買回來之後 你可能有一個固定的盒子 那這個盒子也是有一個可以密蓋的 密封的 然後直接放進去 而不是放在這個蛋架上 喔 這樣子喔 那蛋架上面呢 如果說你真的是這樣放的話 也擔心會有所謂的沙門氏菌 所以我推薦真的很好的一個食材 又可以清潔冰箱的真的就是醋 但是我用的方式我就是直接用醋 我沒有把它添加其他的水 沒有加鹽 沒有稀釋 那還有剛剛講到這個門把也很重要 所以就全部內外都是用醋擦 醋擦 然後擦完之後呢 可以用小蘇打除味 或者是呢 我是這邊有準備 就是這個柚子皮 柚子皮 那這個柚子皮喔 其實它裡面這個軟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擦這個外面的壁面 這個也會很漂亮 喔 它是擦的掉的是吧 是 然後還有像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裡面如果說要除味 它的這個味道也會留在上面 它也是可以除菌的 喔 真的喔 我現場來擦擦看好不好 效果真的很好 用白色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現在還有好多柚子還沒吃 對 而且它又有精油 效果真的很好 像這裡 有沒有 這樣清楚嗎 清楚 有齁 好來 又香香的 插掉了耶 有沒有 很好用 阿這邊再一個好不好 再試一次齁 這裡 一個黑點 欸我真的覺得 哇 超好用 欸 所以那個是橘皮那種其實也可以 或者是 叫柚丁 台灣叫柚 都可以齁 就是檸檬的都很好用 可是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直接用醋擦那個膠條 它膠條是塑膠做的 這個會不會腐蝕它 其實還好 因為它沒有到醋酸那麼濃 所以一般白醋就可以了 是 但是醋它的殺菌力是很好的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如果說 清內在的話用醋 喔 好 那吳教授要補充 所以我補充一下 大家千萬不要把這個冰箱 這個臭味忽視了 而企圖用其他的方式 讓冰箱裡面變得很香 因為那冰箱裡面有臭味 是冰箱在跟你呼叫 說我已經髒了 拜託來清啊 清你了 對 如果你故意放一些東西 讓它變成很香的話 對 有道理 就好像你平常不洗澡拼命噴香水 對不對 但是說已經藏汙納夠了 那還得了 就這個邏輯啦 對 沒錯 可是如果教授 我們平常如果清好的話 我想用一些我泡過的咖啡粉 或者是什麼柚子皮 全部把它丟進去除味之類的 這樣可以 對 可以啊 可是你清完了之後 它其實已經沒有臭味了 像咖啡渣是好的方式 對 小蘇打粉也可以用來除臭 對 橘皮 柚皮也都可以除臭 但是你除臭除了過分的時候 它應該要告訴你說 我有臭味了 你要清啊 這種訊息就不見了 對 陳老師 當然剛才你有教我們大家怎麼清 那平常怎麼樣保持這個冰箱的清潔度 要有一個好的習慣對不對 我們冰箱會張大部分都是我們在擺放或者保存時沒有很注意 那當然膠條例外就是我們平常會忽略它 那建議大家就是食物要放到冰箱 我們不要用保鮮膜 因為保鮮膜第一 我們安全性以前有提過不是那麼高 對 還有就是它密封性沒有那麼好 所以盡量都是用那種比較保鮮性比較好的盒子之類的 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還有一個常常大家會忽略就是我們有時候會把食物退冰 因為比如說上班時就先把它放到冷藏慢慢退 但是在退冰箱的過程就有血水會產生 都會滴出來 因為我們用塑膠袋裝然後血水都很容易滴 所以至少要用一個盤子或容器再另外把它裝起來 另外還有容易打翻的一個原因就是擺放的動線的問題 尤其是瓶瓶罐罐的調味料跟飲料 有時候擺的不好一拿後面的前面的就打翻了 所以記得常常拿的或者它對溫度的敏感不是那麼高的 可以放在門的飲料架這個位置 或你常如果我們會建議大家 比如說你是右撇子你就放在右邊 你比較順手的位置 這樣會整個動線好的話 就比較少這些打翻所造成的汙染 那這個是冰箱喔 大家就有基本概念了對不對 第二樣加電來了 也是很常用的微波爐喔 微波爐 來今天我們接下來考的就是Sarah Sarah 微波爐在妳的面前一般妳們都會怎麼樣清理 我覺得 這個盤子應該拿出來的 盤子要想清乾淨 對 這個每一天都拿出來吧 對 拿出來 妳怎麼洗 用擦的還是用 還是用水洗 還是水裡面 放到水裡面洗 對 OK 比較簡單一些這樣 好 只用水喔 好 第二個咧 要拿抹布擦一擦嗎 Sarah 它就這麼大 妳要想要那種 唉唷 天啊 你們家的微波爐這麼髒啊 都沒洗啊 妳們 妳接的 對 我接的 我從妳家拿來的 對 天啊 擦一擦喔 擦一擦 對 好擦乾淨 還有一個 還有 這個 就裡面的空間都擦一擦 他說那個縫隙 那個洞洞有沒有 對 那個應該叫做 通風口 對 散熱 這個也要擦 這三個地方 擦乾淨OK了 就用抹布擦一擦就好了 布擦一擦 來 借妳 快點 就用它就好 是不是 我覺得還是用 這個 對 這個 菜瓜布 菜瓜布 這個更乾淨 對 裡面的 因為 我們在洗碗的時候 用這個嘛 對 更乾淨一些 對 對 我覺得 反正不常洗 用這個一次洗乾淨一點 對 對不對 我們 我們台灣還有賣另外一個更厲害的 有嗎 是 不相信 鐵哥 鐵哥 就這樣刷 好厲害 OK 白了都變贏的 好厲害 好 所以這三個地方 我們先從 他說的三個重點部位 陳老師對不對 沒想到Sara還 說對兩個 贏過 真的 真的嗎 十五五 厲害 沒洗過 你幹嘛逼我 但是我要講 他當然要被扣分 哪兩個是說對的 第一個 這個玻璃盤 然後還有就是整個壁面 還有那個玻璃的地方 這兩個 然後還有一個 那請教一下 他說的玻璃盤放到水裡面直接洗 是OK的嗎 玻璃盤就可以當中 有點像我們在洗餐具一樣的洗法 喔 OK一樣 對啊 就跟我們在洗碗盤是一樣 但是玻璃盤的下面通常還會有些 就像我們會有個鐵架 對 這個 這個其實要洗 這個也要洗 因為這個也會髒 但我們比較會忽略 我們會洗盤子 但是這個如果酒沒洗 有時候會聽那個微波爐聲音變大聲 所以他藏汙納垢 卡住了 卡卡 卡住了 卡卡 所以這兩個其實要一起洗 然後其實他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建議大家拿 就是像比較好的 像那種超細纖維的抹布 然後用比較溫熱的水 這個可以嗎 這個就是他要扣分的地方 那這個要扣分啊 對 因為海綿面還OK 但是綠色面就很危險 但你不懂 你不內行 這個刷過之後 它有自然的紋路喔 然後以後就會藏汙納垢 啞藍就會罵你了 是 好 所以這一些點是對的啦 對 但是用那個布的話 會比用海綿更乾淨 更好 然後用溫熱一點的水 比較燙一點點的 然後整個擦濕 去油效果比較好 所以也不用任何清潔劑 對 還有一個比較忽略 就是我們按鍵的地方 我們常常守在按 請粗列幫我們來說明一下 像你看這個都非常的髒 對 對 對 我們有時候手又摸食物 然後又來轉 所以它常常會有那種油汙 留在上面 對 用維基轉 永遠都會進去 妳要用小紙啊 這個維基好忙 這樣 好忙 這樣子 對 好 所以這些東西也要擦得乾乾淨 如果像它這個比較嚴重的話 可以用 比如說牙刷那些弄濕 沾一點點小蘇打粉 然後有一點點眼磨力 就比較容易把它刷得掉 然後又不會到真的刷壞的 像去汙粉那麼強 所以用小蘇打粉 可以把這些 已經是油垢的地方可以刷得掉 而且油垢是不是有的用柑橘類的東西 一樣也是蠻好心的 對 它其實柑橘有去油的效果 但還有一點就是還要再講的就是 我們有些微波爐是 現在的像廚房設計 它是一個框架 然後整個放進去 對 比較漂亮的 對 但是它我們不會移動它 平常都很少動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 也是學生的案例 他就是有一天不小心要這樣移一下 那個電線有點沒有插好 就移一下 就 就是蟑螂就一堆跑出來 變蟑螂了 對 因為它就後面 然後 那邊後面是陰暗 然後微波又長開 就有一點溫暖 那蟑螂躲哪裡啊 就是那框架的後面 在後面啊 對 它就在裡面竹槽 所以它只是想要移動一下 把那個擦頭擦好 就那一堆蟑螂就跑出來 所以偶爾還是要把它動一動 然後擦一下 有 有 有 我說實在的 我們大家誰 在家裡面有曾經觀察過你微波爐後面的 沒有 沒有啊 而且現在的都做得剛剛好 然後你看出去 對 然後有時候它有門沒關好 比如它拿食物 就吃一點食物 那蟑螂就 就進去了 原來有一天啊 我朋友他們就是說 那個廚房有蟑螂 然後我們就怪罪它的那個什麼 那個孔 那個水 排水孔 就啊你們樓下有人在賣吃的 從那邊爬上來 對 搞半天搞不好是那個微波爐後面 微波爐後面 對 那我請問老師 如果它是烤箱也可以這樣子做對不對 對 其實也是一樣 而且烤箱其實更容易髒 因為那個屑屑是會掉出來的 而且有時候焗烤都是這些東西 對 對 其實它更髒 用小樹打粉是ok的嗎 如果是像我們這種天然的清潔劑 用在這些家電類其實比較好 是怕我們 因為我們都會吃的東西會進去 但是效果如果怕比較不理想的話 第一個就是讓它作用的時間比較長 我們說我們刷上去以後不要立刻 停留一下 停留一下 或者擦完以後 我覺得還要再補牆的地方 再稍微再清 所以這幾個點大家要留意了 最好是不是每一次微波完都要馬上清 對 其實微波完多少有時候 我們就會說沒有食物噴出來ok 但是其實在熱的時候那些蒸氣 然後有些裡面還混了食物的那個油脂 所以還是都要用布 趁著它還有餘溫就擦這樣最快 每用完一次擦一次 擦一次 因為保養 對 至少你晚餐做好就整個在擦過 那如果說 吃一道菜就擦一次 那也太累了 對 太累了 那如果沒有像你說的這麼勤勞 大概多久微波爐要清潔一遍 其實至少我覺得 微波爐我們食物每天進去 其實三天我覺得就已經 三天就清啊 對啊 因為你看 那食物一直在裡面 然後加熱 然後如果你沒有清 它熱了以後又會乾掉 就更硬 就更那種乾垢 就很難取得掉 然後越結越大塊有沒有 跟珍珠一樣 我要馬上 馬上回家就一定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去看一下 對 看一下 對 好 謝謝陳老師 謝謝Sera 謝謝 謝謝 好 吳教授輪到你了 請問一下這個微波爐 到底哪裡是最髒的 因為這個微波爐看起來哪裡都髒 好可怕 因為微波爐在主食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東西 蒸汽啊 或者一些顆粒的液體等等 都可能跑出來 噴出來的情況 比如說包括門 包括這個微波爐的底部的地方 包括你的這個盤子 四邊的這個壁 內部四邊的壁都可能是髒的 所以這個東西實際上來講 我是很贊成剛剛映如講的 你能夠比較高頻率的去清 那是會比較好一點 勤勞一點 對勤勞一點 但是很重要就是怎麼講呢 還是剛剛講一句話 不要去拿一般的那種 所謂的合成的清潔劑來清這個東西 然後合成的清潔劑裡面 有一些東西留在裡面之後呢 剛剛跟冰箱不一樣 冰箱不加熱這個會加熱 所以合成清潔劑的這個成分 有時候會揮發出來 變成揮發性的東西 在加熱的過程當中 可能造成危險 有的是具有可燃性的 另外一個呢 有時候你必須要搬動 看它的底部然後後面有沒有髒對不對 搬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裡面這個微波槍 產生這個微波管的話 你過分震動它的時候 它的效能會下降 到時候呢 效能會下降 會怎麼樣 就是說你比如說你把你的這個溫度 調溫度的那個顆度調到3 其實它加熱能力已經不再是3的那個顆度 後面變2變1 它很容易耗損 然後也很容易造成這裡面的微波呢 從微波爐裡面外洩 外洩出來的話 有時候你站在那邊太久了 就會有某種程度的危險 實質上來講是孕婦會比較擔心的 所以這就為什麼我們也建議大家 微波爐使用的時候呢 維持至少大概50公分的這個距離 但是長期搬動 長期搬動它是不好的 了解 對 好 那再請問 那如果內部它已經髒到有點變黃了有沒有 算這個就黃黃的 對 黃黃的 這個你建議就是說繼續清就OK的 還是說要換新的 常常這個其實喔 還不需要很擔心 但是過分黃了之後 你可能真的是需要換新 因為裡面的這些材質材料 耗損的是不是 在溫度高的情況之下 因為空氣裡面有氧的情況 它會產生氧化的這個作用 所以它的顏色會改變 有一點像是我們一般的塑膠產品 你放久了 甚至太陽照了 它也會變黃一樣 這是一種氧化的這個過程 不是 那它氧化的 對我們健康有什麼差異嗎 只要不是變成你食物的一個部分 當然是OK的 但是如果說呢 這個過分久了之後啊 這東西黃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它會 破裂啊 會耗損啊 那甚至有時候會脫落啊 那這個就不好了 脫落你意思說 萬一它掉到你的食物裡面 對 你吃到 吃到就不好了 那如果說微波爐 大家覺得說 你這個微波爐到底是有沒有問題啊 等等之類 特別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微波爐本身 在我們科學上是需要校正的 然後科度到3可以加熱到多少的功率 科度到2可以加熱到多少的功率 那這個是可以校正的 通常來講我們會拿一碗這個湯 比如說500cc固定的體積放到裡面 再放一支溫度計 然後呢 給它加熱比如說科度到2的時候 然後OK出來看這溫度身高有多少 如果你這個微波爐用了很久的時候 可能它的溫度就不能到達你早期在測試的這個溫度 就表示你微波爐的這個功率已經下降了 下降了 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自己做炸彈 其實在煮的過程當中 這些你食物裡面揮發出來的東西 都有可能臨結在微波爐的這個內壁裡面 有的搞不好根本看不到的地方 你看不到但是它會臨結在上面 所以久而久之你不去清它確實會很髒 甚至呢像剛剛講的 說不定這個微波爐就是變成我們的蟑螂豪宅了 那大家在清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要搶那個時間 像剛剛講說其實你可以用小蘇打水或者是醋鹽水等等去擦 但是呢有時候一定可以稍微噴一點點 噴一點點就放它在那邊不要搶時間 過了一陣子之後你再來擦 然後你越搶時間反而越不容易把它弄乾淨 了解 所以教授的意思是說剛剛那些東西都一樣可以 都可以 可以像我的那個炸彈炸過之後的微波爐要怎麼清比較乾淨 實際上在微波爐裡面我們也還是都用食材來清可能會比較安全 那像我的建議就是說我們可以切檸檬片 或是直接用檸檬汁放一個小碗在裡面加熱五分鐘 然後就溫溫的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水沾布 或是你用噴頭然後噴在裡面 像這種蛋我知道有經驗就是噴在上面不太容易下來 然後它就會慢慢 因為檸檬汁裡面有天然的果酸 它就可以把它清潔乾淨把它去除掉 那可以用整個的檸檬水來做擦拭 內外都可以 那如果我們把它擦乾淨之後呢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微波爐裡面不要有這麼多的菌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用迷迭香 或者是肉桂 都可以呢 就是也是像剛剛一樣用一個小碟子在裡面 就是把它煮五分鐘 那它整個蒸氣也就會在裡面 然後也是可以抗菌 甚至拿這個水整個在做第二次的擦拭 去擦拭這樣就OK了 迷迭香跟肉桂非常好用 這兩個分別單選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老師烤箱也可以喔 也可以這麼做 太好了 我試過一次弄橘子皮嘛 橘子皮 可以可以加量 也非常好 對 就可以儲存 很香 很香 也是好方法喔 所以這是實力 對 點乾那個異味啦 對 好 反正柑橘類對於我們的消除疫若跟致菌 其實都有幫助的 是啊 好 那陳老師 平常怎麼樣注意保持微波爐的乾淨咧 其實我們最常有的情況就是 那些食物噴啊 然後就到處都是 對 所以加個蓋子那是最好的 但是不建議用塑膠蓋 所以我都會拿 比如說拿淺的碟子當蓋子用 或者像我們現在有一些湯鍋 它附的蓋子是玻璃蓋的 你可以再利用它來再使用 然後還有加熱時就是 不要就是為了 湯方便 就有時候我們會按 按個三分鐘人就跑掉 讓它自己慢慢熱 但過度加熱其實就噴得越嚴重 對 所以就是一分鐘然後攪拌一下再一分鐘 讓它適當的溫度不要過熱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有油脂類的東西的話 就建議不要一開始就開 像它都有分強中弱嘛 不要用強 可能就用中或弱 讓它慢慢加溫 它比較不會因為過熱的時候 那些油脂就噴出來 因為我永遠都是用最強的 對 因為這樣最快 也不分東西的啊 嗯 沒有 對啊 不是只有歌手忙喔 我們主播也很忙耶 對啊 專業的主播 搶時間的專業的 好 那夏老師 妳可不可以教我們怎麼製作天然的清潔劑 來 夏老師 我面前擺的東西不少耶 看起來不太像是做清潔劑耶 對啊 就是妳今天早上煮完早餐剩下的還是 好聰明喔 好聰明 對 那這個天然的清潔劑是怎麼做吧 需要準備一些什麼 這個是肥皂 像其實我們常會有家裡就是說 用完一些 用正的 對 特別小的肥皂 很好用的 我們可以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呢 也是家裡常常會有的蛋殼 對 現在我就把這個水先倒在這個盤子裡 是 好 來 好 謝謝 然後呢 其實像我們這些比較小的肥皂 有的時候真的是不知道怎麼用 對啊 那家裡一定都有這個對不對 對 就是可以刨絲的 對 對 因為你知道現在 肥皂絲 現在外面賣的這種造絲 好貴喔 非常貴 只要是手工造極的 通通很貴 真的 那其實造絲這樣就做好了 這樣OK了嗎 對 這就是造絲了 我跟你講 我平常也會這樣做 因為有一些那個 譬如說肥皂 對 那你說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刨成絲 拿來幹嘛 當成我的洗衣精 是 這個很適合 真的是小氣出了名耶 真的 很好用 家室 家室或者是洗衣服都很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蛋殼磨碎 那今天實際上 我本來是想說是不是要先磨碎 但是我想說現場也可以示範 這個是我們平常磨咖啡豆的機器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滿髒的 對 對 沒錯 不要怎麼清 而且咖啡豆又有一些油對不對 對 那這個還比較簡單 如果是果汁機 下面有很多果 那個刀子 刀鋒又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蛋殼放進去 不僅它可以把它磨成很碎的 它還可以剛好清潔 清潔這個 真的假的 真的 這麼棒啊 非常好用 妳待會兒磨我看 對 所以我就說 蛋殼裡面就會變乾淨了 非常 非常 對啊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霧的 霧的 會有一點聲音 好 沒關係 來 好大聲喔 所以你在磨的時候 邊清潔的時候它要邊轉是吧 對 就是因為我想讓它清到上面 這個部分 有變乾淨耶 有沒有 這樣是幾個蛋啊 白肉 今天早上是三個蛋 所以現在還是 它這邊還留一顆嘛 對 所以你放了一顆 它用了兩顆蛋殼 對 它的臂不一樣耶 對 完全不太一樣 真的耶 有沒有 然後我把蛋殼粉倒出來看一下 會更仔細 對 倒進去囉 都霧霧的 老師有說要磨多細這件事 沒有關係 看裡面 有沒有 會發亮 發亮耶 本來有一些咖啡油 對 天啊 好好用 老師我都是用那個什麼 那個人家弄那個 刷子 刷子或者是用那個餐巾紙 對 但是實際上刷子 有的時候你刷完之後 你還要清潔刷子 對 它會夾在裡面 好棒喔 聰明 所以它可以清這個對不對 然後果汁機 所有的調理機 對 通通可以 然後我們這樣是不是做成清潔劑 然後水如果再多一點的話 它就變糊狀 對 而且這樣子的清潔劑 你清冰箱 或者是所有的鍋子 洗不乾淨的 都非常好用 更重要的重點是 就是你用這樣子的清潔劑 洗碗它的潔淨力很強 然後還可以把下水到完全清乾淨 沒有堵塞的狀況 這麼快 但是我現在就說好 你那個肥皂絲 我可以了解有清潔功能 是 蛋殼磨成粉 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好 實際上蛋殼它百分之 將近97都是碳酸的鈣 好 那它基本上它屬於中心 它不是太會去融化 所以它基本上到了我們的排水管裡面 它會把所有的油汙 或者是垢 它都把它帶走 跟著就帶走了 所以清排水管就對了 清排水管 因為我們這樣洗碗 不是有時候會用一點溫水嗎 對 然後這樣子我就碗全部都洗好 然後我就清下去 然後我們排水管也乾淨了 我曾經用過 看過清眼見證 也可以 哇 馬上充益 OK 真的 我好愛這一個 我跟你講 來上你們節目真的太棒 我上一集也是跟冰箱有關係 喔 對 真的回去 對 好棒喔 我就說我這裡快變成冰箱了 我們的主題 只要是冰箱就發你 對 不要啦 不要只有冰箱才發我 而且我到底也可以啊 對 因為真的很棒 真的超讚的 是 像我們常常有帶像這樣子的 保溫壺 很難洗很長嘛 對 你就把這樣子的清潔劑進去 你不用洗你就這樣 洗一下 可以啦 洗一下就好 就是我的肥皂絲跟水讓它融了 是 然後蛋殼粉在裡面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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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那你說洗碗是怎樣 要等到它融化 就把它 它變成像水 水狀 對 就清潔劑 就清潔劑 然後還有就是說 有的時候湖裡面你裝養生茶 或者是什麼 湯的味道 有怪有一點味道 對 也可以 太棒了 老師 那請問一下我可以用這個 這樣一樣的東西 洗臉順便磨角質嗎 其實可以 因為像現在這樣已經磨得很碎 你摸其實它 並沒有說很癡的感覺 所以您皮膚那麼好也是這樣 而且 真的耶 蛋殼裡面它有一個白色的膜 好皮膚也磨 蛋殼裡面有一層白色的膜 那個白色的膜 它其實可以讓我們的眼睛下圍的 這個眼袋啊細膜都可以消除 對 我幫欣妞這樣弄一下 妳看到沒有 是可以的 它真的會有那個好像在磨砂膏的那種感覺 真的耶 好 舒服嗎 好舒服 舒服嗎 什麼意思 意思是嗎 很好玩 來 等一下 可以了喔 擦掉了 來 然後妳自己再摸摸看 它不是美白啦 妳是 妳是跟我頻道看太多的 可是把它比較一下 沒有摸摸看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有變白 一模一樣 有一點 有耶 對 有 好滑喔 妳摸摸看 好順 因為我最近潛水都沒有去角 有變化 好滑喔 真的嗎 沒有豪華 豪華是這樣 妳再深深看一下 兩隻手 對 有沒有 妳這一邊的那個 真的有 真的耶 有變化 跟這裡比較不太一樣 有變化 它隨便丟的 好 這個好用 非常好 而且除味的效果一流 對 什麼瓶子罐子裡面的 但是蛋殼要用之前 是不是要先用清洗乾淨 然後把它那個膜去掉還是怎麼樣 不要那個膜留著 就是要留著 譬如說我們裡面有生蛋白的時候 把它清掉 清掉就好 然後把它晾乾 這樣就可以了 效果非常好用 好 除臭捷徑 再來還有一個 有沒有天然除臭的 有 我們冰箱裡面呢 其實很需要這些 那像我們喝 不管早上喝葡萄柚汁 對 或者是流成汁 都會有留下這樣子的殼 皮 皮 然後呢 那這個皮其實真的也很好用 我們就拿它當一個小杯子 那我們就準備了天然海鹽 對 好 一定要天然海鹽嗎 家裡的精鹽可不可以 我會建議還是用海鹽比較好 因為實際上 我們金鹽裡面已經加了除濕劑 好 像我們剛剛放了一下 來請到 它就整個好像要凝固 因為它們就會吸濕氣 那其實冰箱裡面 它們主要就是因為它的溫度 雖然是低溫 但沒有那麼低 然後又加上有濕氣 就很容易滋氧細菌 所以如果說我們用鹽 天然海鹽 加上 當然我們可以加多一點 然後加上這個殼 我們就把它放進冰箱裡頭 直接放冰箱 它可以 因為鹽本來它的除菌滅菌效果就很好 然後呢 加上這個 這個 柑橘的這個皮 它又有精油 而且它不斷的在釋放 對 就是因為鹽它會滲透 不斷的釋放 所以效果很好 只要柑橘類都可以 是 這可以用多久了 所以柚子也可以啊 對 大冰箱的話就用柚子 對 其實像這個的話 用到十天或是兩個禮拜都沒有用 都可以 然後再換 是 所以這一些的水果通通可以這樣做就對了 通可以 大概用十天嘛 對 謝謝蕭老師 謝謝 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下一盒時間繼續鎖定 請你跟我這樣過 拜拜 拜拜